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四百八十四集 萧嫣恶然 彩琳狠瞪了萧嫣一眼 更出乎萧嫣意料地说 萧嫣 真妮那么好的女人 你要是不把她给我娶回来 你就枉是我的男人 萧嫣完全愣住了 心中暖流机勇 她一把将彩琳拥入怀中 信誓旦旦 放心 我就是拼了命 也一定将真妮给你娶回来 这还差不多 彩琳在萧嫣怀里点点头 忽然一把撑开萧嫣 你倒是会顺赶爬 什么叫给我娶回来 明明是你又想厌赴 她的一双美目死死地瞪着萧嫣 不过 你给我记住了 就这些 不许再有了 以后你要是再敢沾花惹草 再与别的女人有什么瓜葛 我 我死给你看 望着宽容了她 态度又异常坚决的彩琳 萧嫣感动了 她又将彩琳搂进怀里 搂得紧紧的 唉 有你们六位美妻娇妻贤妻 我还哪敢再得龙望鼠啊 哼 再说了 就是我想也没那个身体啊 彩琳心花怒放 忽见萧嫣盯着她又吞起了口水 顿时娇羞万千 想什么呢你 她忙挣脱萧嫣的搂抱跳到床下 然后面带羞涩地说 不行 不能再这样和你窝在一起 我该去魔兽家族了 啊 这么快就走啊 萧嫣有些不舍 从后面拦腰将彩琳搂住 嗯 彩琳转身还着萧嫣的脖子 柔情地说 我也舍不得你 我也想天天和你这样在一起 但是不行 阿颜 去激活活风一族的血脉之力是我的使命 而且 你们虽然都瞒着我不对我说 但我心中清楚 你和萧嫣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是你的妻子 是萧嫣的主母 我得为你为萧嫣尽我的力 我必须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 同时帮萧嫣和魔兽家族维护好关系 好祝你早日在斗地大陆 重现在斗气大陆的辉煌 你就可以尽早将清凌和珍妮娶回来了 彩琳 萧嫣鼻子一酸 深情地看着彩琳 目光柔地仿佛要将彩琳融化 千言万语只化为一句 到了魔兽家族 修炼不要太拼命 我会心疼的 什么时候学会说甜言蜜语了 彩琳洋装冷哼 对视萧嫣的眼神却分外温柔 仰着蜜意 称怪说 谁让你是我女儿的爹呢 你个冤家 要不是当年被你占了身子 我才不会做你的女人呢 提及当年 萧嫣想起了当年被彩琳追杀的日子 仍几倍一阵发凉 便故意斗问 你不会一直信有不甘吧 我那么好的男人和你那么配 彩琳咬牙瞇歇着萧嫣 气也不是 笑也不是 最后在萧嫣装出的尘黄尘孔下 忍不住扑斥一笑 笑忠待休 哼 不止嘴变甜了 脸皮也变厚了 哪有这样自己夸自己的 还故意拿那事逗人家 萧嫣却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彩琳 不依不饶地问 哼 我说错了 我在你心里当真不是好丈夫 不是好男人 萧府大厅 所有人都似笑非笑地看着萧嫣和彩琳 眼神中饱含着不言而喻的意味 混沌不灭 怒龙 月少龙 笑战 南尔明 风暴等男人 更是把手放在大腿旁 悄悄向萧嫣竖起了大拇指 彩琳自然看在眼里 挽着萧嫣的她偷偷掐了一下萧嫣 脸羞得胀红 萧嫣却只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看见了也装作看不懂 她急不老练地惊讶问 呀 你们都在呀 还不都是在等你们啊 轻木儿脱口而出 醋意紧张 彩琳的脸更红了 萧嫣也一时不该说什么 一缠眠就是一个来月 时间确实长了点 女人之间的敌意和友情总是能在很奇怪的状态下转换 彩琳已经不介意轻木儿的醋意了 反倒开启了轻木儿的玩笑 木儿 等你和萧嫣成了亲 我在这里等你们三个月 见轻木儿的脸刷得羞得驼红 彩琳顿了顿 继续加码 三个月你们要是能出来啊 我去给你们整理床铺垫被子 哇 不愧是吞天猛 猛 太猛了 众皆亚然 轻木儿那点醋意 顺时被化解 她拽着萧綦的胳膊直羞得抬不起头来 彩琳笑笑拿出大副的货答 对萧綦也对轻木儿还瞥了一眼珍妮爽 我这就要去魔兽家族了 你们把萧嫣照顾好 我回来谁要是看她瘦了或者憔悴了 说到这里 她笑了笑 只清吐了两个字 家法 直到这一刻萧府一众才真正对彩琳敬畏起来 心中佩服不已 就这么一句话 就这么两个字 便当时奠定了她萧府第一主母的地位 高啊 珍妮不禁在心里想 彩琳就这么厉害了 那个连彩琳都敬重有加的勋儿会是怎样的呢 珍妮和众人包括萧嫣哪里知道 彩琳这是要替勋儿竖威呢 勋儿带人一向和善 将来找到勋儿 万一勋儿出了女人最怕的意外 她彩琳要不先镇住这三个女人 勋儿怎么再萧府立足 依依不舍送走彩琳和魔兽家族四人 又宜并送走怒龙 萧妍才得空询问南尔明 这段时间和红儿姑娘发展得怎么样了 南尔明苦着脸回答 嗨 南尔有什么发展呢 他妈在 盯得紧着呢 生怕我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一样 我们也就是眉目传传情而已 南尔明老老实实地回答 顿时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萧嫣连忙安慰 别心急 将心思好好放在修炼上 红儿迟早都是你的 这时 青木儿突然想起什么 小骗子 一忙就忘了告诉你 我哥来过了 大哥来有什么事吗 青木儿小嘴一撅 没事就不能来吗 我哥说很久没有见到我了 也想你了 就过来看看 知道你提声那么多 他可开心了 比听到我提声还开心 哼 他对你这个妹夫 比对我这个妹妹还好 我不开心了 我生气了 青木儿的帅性 惹起了一阵欢笑 萧嫣忽然想到 清浩然来时 魔兽家族两位家主 不是正好在吗 他们产生交集了吗 于是便问 那大哥见到魔兽家族 两位家主了吗 珍妮笑着说 见了 你是没看见魔皇 得知魔兽家族两位家主 就住在府上 那副惊叉的表情 魔皇暗示想见见 我和慕尔姑娘 听到两位家主同意后 就替他们互相引荐了 怎么样 他们谈得怎么样 萧嫣很希望 清浩然能与魔兽家族 建立友好关系 这对魔兽家族的统一 大有注意 还好吧 虽然说不上相谈圣欢 但我看他们彼此 都印象不错 嗯 我也好久没见大哥了 等忙过这段 我就去拜访他 就在这时 萧嫣的传信器 发出了震动 萧嫣低头看了一眼传信器 喜色顿线 随即又脸色一变 眼眸须眯 迸射出了杀气 怎么了 众人已经隐隐猜到了 逊儿找到了 就在谷足 萧嫣凝沉着脸说 被谷足软禁着 要献给丹殿大公子 啊 众人震惊 和丹殿牵扯到一起 众人担心了 那 丹殿大公子得不了手 萧嫣知道大家担心什么 因为 勋儿还活着 好一个只要勋儿还活着 丹殿大公子就得不了手 未见勋儿 众人已对勋儿心生敬佩 岳少龙平直觉感觉 这次 只怕要出动主力战队了 井无尘 介绍 谷足的实力了吗 萧嫣已经怒火冲天 心急如焚 只说了一句 最高 四星巅峰 喷娘的 孝战一拍而起 萧嫣 你们都在家等着 我去把勋儿竹母接回来 区区一个最高材 四星巅峰的谷足 老子一个斗技就灭了 急傻 我跟你一起去 南尔明并肩 与孝战站在一起 对萧嫣说 小少你说吧 只是救人 还是救完人把谷足灭了 他俩还真不是吹牛 一个六星中期 一个六星巅峰 只要真动杀鸡 谷足定将不复存在 但珍妮却喝止了他们 胡闹 都先坐下 孝战南尔明等人 敢跟月少龙争嘴 偶尔也敢跟萧嫣 顶顶嘴 有时候甚至敢跟 萧綦和清木儿 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但却不敢对珍妮 又丝毫违逆 两人沮丧着脸 乖乖退到椅子前坐下 珍妮沉着脸说 都先冷静一点 别忘了 谷足背后是丹殿 萧嫣怒眉顿时一条 有些不悦 老子管你谷足背后是丹殿 还是卵殿 敢打薰儿的主意 敢软禁薰儿 老子就灭了你 这是萧嫣此时心中唯一的想法 他可不想听什么 以大局为重之类的废话 清木儿见萧嫣神色不悦 赶紧说 我去通知大哥 让他做好后援准备 预防丹殿出手 珍妮何尝看不出萧嫣怒急了 他心中一暖 能有这样的男人 为自己不顾一切 他替薰儿感到骄傲 也为自己大感欣慰 他不顾众人在场 温情地看着萧嫣说 我知道你急 我也急 你听我说 首先 这次不管牵扯到和风势力 我们都要动手 这是肯定的 但我们花几分钟时间 安排得更妥当一些 不好吗 珍妮的话 就像融化寒冰的春风 萧嫣的怒涩 历史缓和了些许 点了点头 珍妮转向众人说 当务之急 是要先救出勋儿 孝战 南尔明 紫影 风豹 龙翼 还有木儿 你们随萧少一起去 以最快的速度 救出勋儿 然后马上赶回来 如果谷族敢反抗 没说的 杀无事 如果谷族不反抗 乖乖交出勋儿 萧少 你临时定夺吧 不过我建议 还是不要灭族 怎么说 勋儿都是谷族的人 继承的是谷族的血脉 烧龙 主力战队 进入最高级备战状态 待命 以防丹殿报复 不过我不太相信 丹殿会大举兴兵 毕竟夺人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丹殿还是要脸的 魔皇那儿我去说 伤萌那儿也由我去说 我父皇那儿也是我去说 如果丹殿真的不要脸 只要我们救出了勋儿 那便没什么可顾及的 战就战 就在斗地大陆 打他个天翻地覆又如何 众人尤其是萧妍 在这一刻重新认识了珍妮 那一句战就战 就在斗地大陆 打他个天翻地覆又如何 只听得众人热血沸腾 一向看似 只经于算计和善于应酬的珍妮 在这一刻 展现出了他金国英雄的一面 萧妍也不废话 领上龙翼青木儿 南耳鸣孝战子影和风暴 便破空而去 循着靖无尘发来的地图指引 萧妍一众飞越过绵延 不知道多少里的茂密森林 进入了一片荒凉之地 目光所及 一片灰蒙蒙的黄沙 偶有植被也是枯黄之色 据靖无尘的消息所述 古族镇首之地 除城边范围 有一块适应药材生长的绿洲外 其余地方 进阶黄色 越是深入古族之地 萧妍就越是心隐隐作痛 勋而来到斗地大陆 还未曾见识过这片大陆的繁华 就被软禁在了这种荒凉之地 与地球上古时候的发配充军合一 古族 你给我等着 萧妍的拳头紧紧攥着 牙咬得嘎嘣作响 终于见到了绿洲 看到了一座不大的城镇 古族总部就在城镇中心最繁华地带 从空中看去 亭台楼底倒也错落有致 远远落下 走进古族总部 望着环护着古族总部 那被封杀侵蚀的斑驳的护墙 萧妍停下了脚步 冷若寒霜的目光 弄上了浓浓的杀意 走 进去 萧妍一脸煞气 迈步欲前 等等 青木儿叫住了萧妍 你就这样直接打进去要人啊 萧妍头也不回 难道我还要和他们客气 小骗子 你冷静一点啊 青木儿跺了跺脚 萧妍在他们手中 我们投鼠忌器啊 青木儿的话 重重地撞在萧妍的心上 萧妍眉尾猛然如利剑般挑起 微微一顿 眉尾又归于平复 宛如剑意回翘 但她的面色依然冰冷 好吧 为了萧妍的安全 我们先礼后兵 古族要是十雀也就罢了 否则 萧妍七人 向古族的护墙大门走去 来者何人 赶快报上名来 否则按擅闯古族要地论处 见萧妍一众神色不善 古族守卫持己相当 在冰冷任风相应下的利涩 倒也有几分威慑的样子 萧妍组组长萧妍 登门拜访 萧妍淡然开口 身上散出一丝斗气波动 可就即便只是一丝 以萧妍如今七星中旗的实力 也足有五星斗地的威压了 两名守卫急忙进府禀告 得报 古族族长大长老二长老 三位核心高层顿时色变 萧妍找上门来了 莫非他已得知薰儿之事 端坐在主位上 身着灰色长袍的古族族长古婷 有些慌了神 他们早就以不再逼薰儿 要帮薰儿寻服为由 从薰儿口中得知薰儿的夫君 名叫萧妍 萧妍这个名字在斗地大陆 很容易就能打听到 再结合萧妍也是从斗气大陆上来的 薰儿的夫君不是这个萧妍是谁 现在萧妍寻上门来了 古婷如何不拒 和古婷同是四星巅峰斗地的古族大长老 倒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不用慌 薰儿之事何等机密 他萧妍如何得知 就算他知道又如何 我们是丹殿的附属家族 又有大公子替我们撑腰 还怕了不成 一个五星斗地而已 四星中继的二长老也开口附和 大长老所言甚是 一千年过去了萧妍都没找上门来 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薰儿上来了 我看萧妍来应该不是因为薰儿 而是另有其事 也是啊 古婷这才神色鉴定 那你们觉得萧妍前来是为何事呢 若说萧妍只是顺路拜访 他们三人打死都不会相信 古族地处距聚西城十万八千里的偏远荒凉之地 萧妍会无聊到到这里闲逛 就算萧妍是去哪里办事路过这里 以萧服现在的实力 萧妍岂会屈尊亲自拜访区区古族 萧妍岂会屈尊亲自拜访区 萧妍岂会屈区收体